华林县议会定期大会紧接着是由县议员许雪玉提出质询 他提出了旧都市计划更新 东华特定区地方发展 以及东西向道路拓宽等议题 来为地方建设出许多的建议 华林县议会定期大会第二位是由县议员许雪玉提出质询 并且针对收封箱旧都市计划更新一案 希望幸福能够加以重视 另外针对东华大学特定区 平和村东西向道路拓宽向县府提出建议 委员会本期也有请我们的委员能够协助跟帮忙 再不用到我们私人的土地 如果可以用到我们的公有土地 我想这个对民众是一大福音 当时几次的委员会 委员听了之后看了现场之后 他们也认为蛮有道理的 所以就把中正路的金华的这一块台塘土地 化为广亭武跟公园议定地 当时非常感谢我们谢县长的协助跟帮忙 道路透宽了之后 然后就都是更新了之后 每一条道路都可以达到8米道路 唯一在治安宫前面是10米道路 所以间隔起来可以说是整个非常的完整 他们已经进建了将近快30年了 我们也希望这个东华特定区赶快能够来开发 让当地的居民也能够赶快的解决他们住的一个问题 不然他们长期以来已经第四代了 这个积住的品质也都相对的降低 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东华特定区能够赶快的来成立之后呢 让百姓能够把这个解决住的问题 那这条东西像可以说是我们当时的习立委跟我们的副县长协助跟帮忙 拨了260万的可行性评估到我们的寿风乡公所做一个可行性评估 也已经做成了也是送到我们的县府来了 那我们也希望说往后的一些细节的部分 还请我们的县府能够尽速的来协助跟帮忙 让这条道路能够尽速的能够来通行 这个区块里面可以说是四通八达 对地方的一个出入是最安全也最方便 那外来的观光客呢不管是要到193 或是到台11丙台9线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进数的县府能够地震处 能够跟建设处能够协助跟地方协助帮忙 让我们的东西像赶快的来完成 县言徐学一表示 相当感谢县来许宗友和立委福康奇 协助平和村规划东西像道路透宽 也依出经费来办理规划书 也警醒着手执行的 也希望能够协助双方向公所 来带动地方的未来发展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